為何要狠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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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狠 電影則是主打最瘋狂的科幻動作片 電影地獄的逃走劇 講述改造人如月被吸血鬼集團追殺 展開英雄般逃亡的故事 以及半機械人吸血鬼以及黑道 多種族之間大型抗爭 看點滿滿 標準暑假檔期 哆啦A夢以交響樂為背景 打造新主題 大雄邀與夥伴展開全新旅程 第一部則是角落小夥伴電影版 帶著觀眾探索神秘的玩具工廠 近幾年日本動畫規模快速成長 根據日本動畫協會調查統計 2023年作品授權海外數量前五名 台灣以651部位居第一 接著是大陸587部 南韓以及美國也都有超過500部 加拿大則是以485部排名第五 可見海外市場逐漸成為日本動畫的 主要發展動力 TVBS新聞如紅昌審室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直播剧中市場逐漸 規格中市場逐漸 地中市場逐漸